全馬筆準備拖擋三場賽事 三班一千直路 大熱 是一 準備 一開閘的時候 慢了一閘的就是愛爾龍 疑心精中間快 外藍位置粉紅眼罩就是水晶酒杯 第三位紫色帽就是萬里非智 第四位紅衣黃帽就是會長之寶 最入走上去有一個萬眾開心 尾五位置就是嘉應掌聲 後面四隻智勇明區英勇快車愛爾龍 暫時電流 是她的整股專家 跑了一段路程 又大埔 又大隻 貼了藍水晶酒杯放 疑心精就第二位 第三位外藍有會長之寶 入面第四是萬眾開心 中間第五還有萬里非智 入面就嘉應掌聲 後面的馬 英勇快車智勇明區 以及這匹是愛爾龍 包了最後的馬 是整股專家 最後一百米到 水晶酒杯還有半個馬尾優勢 嘉應掌聲入面一直追上來 中間位置還是疑心聲 接近中點 賣面嘉應掌聲上來的勢 相當好 終點前 將水晶酒杯趕過了 第三名 疑心聲 第四名是萬里非智 結果今場賽事 真的縮情成功了 這隻嘉應掌聲 短短時間 頭段是比較黏的 但是賣面 一路追上來 將這隻水晶酒杯擊敗 第三名 是疑心聲 第四名 萬里非智 十號的嘉應掌聲 最後落到3.2倍 巴道 成出了 跑到二名一號的水晶酒杯 何宅堯 三號馬 疑心聲 梁家俊第三 第四隻 五號馬 李非智 蔡明肖 都是舊馬 一三五十 沒什麼特別 這場合 比較平淡 大Q 因為新買有些不適合路程 那些有三歲頭 135磅 很虧 是呀始終剛剛 媽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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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到伍鵬之出,活力多多 終於都叫做插班,加上場頭馬 都是巴道,有去試罩贏的,上次沒有跑 等你 巴道今天先打卡 這場次的那些是千四,潘頓 不要緊,潘頓也要再提攻 水晶酒杯,都可能還在三班 不加分了 就算加分了,78加分還是79 找些減榜騎士,之前的中逆禮有些人再強些 因為有波羅的中逆禮現在減得少 但有得減好過沒得減 那些都是放前的 三十二個半,有很多飛 哪個一樣 那些自救馬呢 很多都輸得比較遠一點 是那隻愛爾龍,近一點點 都移動都移動了,包尾 好像可能不知是健康有東西 急疼,包尾 一直咬著第三,就算你不夠跑 也不是迅速墮退 那一期內,他的頭已經開始擺 開始擺 然後很快就沒有了 會長之寶 可言 今天就加上參賽馬號後 華漢今早已滿 看四連環預計派載1號、3號、5號、10號 派92元 四連環預計派載10號、1號、3號、5號順序 除牌1827元 回來複榜 賀然是第三十三場 尾打三十四 今年賀然挺好成績 我覺得很多馬的穩定性也很足夠 現在還看今早 現在還看今早 好了,巡邏影片 先看看馬的走勢 起步了 二檔的志勇明 他出閘稍慢 另外,愛爾隆 出閘稍慢 整固專家都比較慢 前面外面 看到那隻萬眾開心 從內檔慢慢切近 中間移心星 貼著藍酒 水晶酒杯 捕捉頭兩段計 正常 會長之寶 首好位 中檔 紅衣 萬里非智 頭馬 加應掌聲大約第六度 然後 英勇快車愛爾隆 智勇明 包美 整固專家 相對 新的那些是愛爾隆 要跑得比較好一點 相對 不過他也是大大步 追那些沒什麼力的對手 大大步 但是叫做 這樣也是最前那一隻 你看那些萬眾的心 都撒掉了 繼續都頑皮 亡腳 馬房 那隻快車是不行的 陪伴都知道不行的 跟他愛爾隆差不多到 愛爾隆可能未夠後 那些一千 哇 這麼短這麼快到 跑多個圈 但是五六六都已經有錢收了 收著獎金 差不多 跑多個圈 有機會的 季尾撞到一些落雨地 難地好的 交叉 最重要是不要喘 他有村民底 他有村民底 等下福榜 留意更改場地 草地變成好地之快地 因為時間都快 好 第三場都福榜完 不派彩 作實了 為止Q 一搭10 派十七個半 三搭10 派62元 一搭3 派42個半 二重彩,10號1號信罪,派80元 四連環,1號3號5號10號,派92元 四重彩,10號1號3號5號信罪,派1827元 馬寶派賽,頭關9號美軍,10號派407元 頭關9號美軍,1號安慰獎派43元 分斷時間頭電13秒05,第二段20秒46,末段22秒22,總時間55秒73,比標準時間快五線